如果你也听过希腊神话的故事 你就会发现古希腊人崇拜的那些天神们 根本就是一群大混蛋 他们随心所欲的偷窃乱伦 性侵折磨和杀人 却不会有任何的报应跟后果 他们一个比一个还渣 故事也都比现在的八点档还要夸张 今天我就要挖掘这些神丑陋的一面 盘点希腊神话六大渣男渣女给你们认识 大家一定知道 宙斯是众神之王 但是你知道他同时也是众神中的风流之王吗 他总共娶了七个老婆 但前六个都没有被他立成众神之后 直到第七个也就是宙斯的亲姐姐Hera 但其实希腊根本就是被骗婚的 那时候宙斯已经娶了六个老婆 但是他对于自己的亲姐姐希腊根本就是念念不忘 在某个下大雨的晚上 宙斯悄悄来到希腊隐居的杜鹃山 变成一只很可怜的小鸟 利用姐姐的同情心 增到她的怀中取暖淘拍 最后宙斯献出原型和希腊发生关系 并承诺会娶她为妻 但是你以为得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姐姐以后 宙斯就会满足了吗 怎么可能宙斯可是渣男之中的佼佼者 他最有名的外遇对象是阿哥斯王的独生女达尼 当时有预言说国王永远不会有儿子 而且女儿生出一个小孩 而这个小孩有一天会杀死国王 为了不让女儿有怀孕的机会 国王把达尼关进一间没有任何门窗的房间 殊不知国王隔绝了所有的男人 却阻止不了这个变态的神 宙斯老走就看上这个美的猫泡的公主 但他觉得突然传进达尼的房间一定会吓到他 于是宙斯把自己变成一个黄金羽 从天鹅降来到了公主的房间 甚至是一路直接到达了达尼的子宫里 听起来很瞎对不对 但是传说就是这样 而且达尼还真的怀孕了 这根本不是黄金羽 而是黄金羽吧 宙斯真的超额的 一定有些人会问 宙斯那么多的数不清的外遇对象中 谁是最受宠的 答案可能是当时号称人类最帅的美少年 盖尼米德 根据神话 盖尼米德整得超级无敌俊美 宙斯是怎么发现这个小鲜肉的呢 这是因为负责宴会上倒酒的青春女神赫博 有一天突然无法工作 但神的宴会里面怎么可能没有人倒酒呢 于是宙斯赶快化成一只巨大的老鹰 去物色新的针灸关 在途中呢就刚好看到了盖尼米德 他那优质的外表让宙斯非常的兴奋 于是直接把盖尼米德抓回到他的奥林P43 跟他翻云覆雨了一番 从那之后 宙斯就非常的宠爱他的盖尼米德 不仅赐给他永生不老 还让他成为了众神的针灸关 等一下 盖尼米德你本人OK吗 什么意思啦 你们这些人都怪怪的啦 Amazing Talker 是有一万名全球家教 百二名学生 还是台港最大的教育平台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懂啊 而且先上一堂体验课 再决定要买 上课时间地点内容都可以自己决定 不知道你也太丢脸了吧 还有AI配退 帮你找到更合适的老师 而且什么学科都有 像是数学国文化学都有 专业老师提供客制化的课程 好没听过Amazing Talker 到底是有多咕噜寡闻辣 太阳生气 对心底不好啊 对对菜教也不好 反正点击留言 我们还可以领取三百元的折价券 偶尖救援怎么办啦 那也真的Amazing Talker啊 有其父必有其子 身为宙斯的儿子 太阳神阿波罗 情史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如果你细读他的故事 你会发现 阿波罗这个人完全就是 不懂得放弃的跟踪狂 但是他比较少被骂 是因为他是希腊神话中 最帅的一个男神 他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那个 非常失败的初恋 某天因为爱神丘比特的恶作举 向阿波罗射出了金剑 于是阿波罗就爱上了 当时在灵间狩猎的达弗尼 但是同时 丘比特也向达弗尼射出了 永远不会爱上任何人的剑 无法自拔的阿波罗 疯狂地追求达弗尼 但每当看到阿波罗 达弗尼就想落跑 于是两个人就玩起了 你追我跑的游戏 最后达弗尼受不了 阿波罗的死残烂打 精品力尽地停在河边 求自己的爸爸和神 佩纽斯来帮忙 话一说出口 达弗尼的双脚就被插到了土里 身上狩猎的衣服 就包成了变成他的树皮 头发分岔变成了树叶 最后他变成了一棵月桂树 阿波罗看到达弗尼 活生生长在他眼前 长出了树枝跟树叶 感到非常的冲击 只好难过地拥抱了 眼前的这棵月桂树 并且摘下了树枝和树叶 编成了月桂树 戴在自己的头上 以纪念这段没有结果的初恋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很浪漫啦 但其实根本就是达弗尼 宁愿变成一棵树 都不想跟阿波罗交往的故事 除了害初恋变成一棵树 阿波罗还间接地害死过一位情人 他曾经的深圣爱上一位男人 海阿金斯 甚至为他愿意放弃神庙 李拉琴 还有弓箭 全心全意地跟他一起生活 不过某一天 当这对小情侣在比赛丢铁饼的时候 海阿金斯却被这个铁饼活活砸死 传说海阿金斯的死 是由于西风之神奇菲尔的嫉妒所导致的 因为当时奇菲尔也很爱海阿金斯 但是海阿金斯居然选择了阿波罗 嫉妒蒙蔽了他的双眼 奇菲尔送出了一阵风 将这个铁饼吹向海阿金斯 最终砸爆他的脑袋 众师的正宫呢就是众神之后 希拉他是一夫一妻制的 忠实有护者 也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出轨过的希拉神 所以他的坏和众师是不同类型的 一开始的希拉是非常的温柔亲切的 但是有一个一天到晚出轨的老公 让他变得多疑又闪度 那嫉妒心非常旺盛的他 对于那些小三星狠手辣 总是想用尽最残酷的方法逼他们上绝路 太阳神阿波罗和月亮女神阿提米斯 并不是正宫希腊生的小孩 而是宙师跟第六任妻子勒托一起生出来的小孩 在勒托怀孕的期间 宙师正式立希拉为后 导致勒托的地位急速的直下 非常痛恨勒托的希拉 不仅下令勒托在大地上禁止芬丸 还命令所有的神都不准帮助勒托 并且派遣彩虹女神监视他 为了阻止勒托顺利生产 甚至派出巨蟒陪东去杀勒托 无所不用情急的迫害他 那众神因为非常非常的怕希腊 都不敢帮助勒托 幸好一座名为提洛的小岛 他收留了勒托 那阿波罗跟阿提米斯 才顺利的在棕榈树下诞生 被希腊破坏的小山中 还有一个叫做卡丽斯托的仙女 没错 就是另外一个被宗斯强行非礼的女人 他无奈的帮宗斯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阿卡斯 希腊发现宗斯又外遇了以后呢 他把所有的罪都归咎在卡丽斯托的身上 把他变成一只大黑熊 当阿卡斯长大以后 这对母子在森林中相遇 据说就是希腊故意派阿卡斯 去猎杀那头黑熊 他们才会相遇 总之阿卡斯准备刺穿那个黑熊的时候 看着这一切的宗斯 不忍儿子发生杀死他母亲的悲剧 所以出面来制止了他 为了让母子团聚 宗斯让他们变成天上的星星 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大熊座和小熊座 嫉妒真的会让人变得丑陋 有时候希腊的嫉妒心 甚至会迁怒无辜的人 有一个叫做埃奎纳的国家 是以宗斯其中一个小山为名的国家 那岛上的国王也是宗斯跟小山的生的小孩 那希腊对这一切都非常的木满 于是就对这个国家撕下了笃咒 造成各种天差还有瘟疫 害死了数千万计的人民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他内心中的怒火 我觉得那些小山也不是自愿跟宗斯发生关系的啊 那希腊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要负习管家老公的责任 再来我要讲的是海王波赛顿的故事 他主要掌管大海风暴地震还有战马 是许多希腊城市的守护者 但是基因不会骗人他的好事程度 几乎跟他哥哥宙斯一模一样 让我们先来看他追求原配阿姆弗雷特的爱情故事吧 某一天阿姆弗雷特跟其他的仙女姐妹们 在爱情海上的岛屿唱歌跟跳舞的时候 刚好被海神波赛顿看到 波赛顿第一次看到阿姆弗雷特的时候 就被他的美貌深深的吸引 立刻决定娶她为妻 然而阿姆弗雷特被这个突然其来的告白 还吓到了转身就想要络跑 跑到了远远的阿特拉斯山脉里面 但是对于一心想要追求爱情的波赛顿来说 任何困难是没有办法阻止他的 他派出了一只海豚作为侍者 天涯海角也要把这位漂亮的阿姆弗雷特找出来 后来呢这位海豚使者找到了阿姆弗雷特 告诉他 如果你嫁给波赛顿 你就会变成整片海的女王 拥有至高的权利跟财富 阿姆弗雷特就这样被说服了 接受了波赛顿的求婚 但是波赛顿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终于抱得美人归 却没有好好的珍惜 他的布伦恋情跟私生子 在希腊神话里面也是不是美举的 真的是名符其实的海王 那其中最最具争议的一外就是 梅杜莎 提醒梅杜莎 大家一定都会马上联想到 那个头发都是毒蛇 凡是人们指示到的他的眼睛 就会变成石头的怪物 但其实她原本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大美女 梅杜莎一开始是在雅典娜神殿 服务的一位侍女 有一天波赛顿看中了她 并且跟她在雅典娜神殿里面 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关系 哦 这件事完全激怒了雅典娜 拜托 如果有人在我家工作 还在我家 我一定也会超级生气的 不过雅典娜惩罚的对象 不是海王波赛顿 而是这个无辜的梅杜莎 雅典娜一气之下 把梅杜莎 变成了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怪物 也间接导致梅杜莎 后来被英雄伯修斯 砍下她的头颅 那梅杜莎过世以后呢 她跟波赛顿的两孩子 才从她的身体里面跳了出来 可悲的是 即使梅杜莎遭受了这么惨烈的下场 波赛顿在整个过程中 完全门远要保护 梅杜莎的任何意思 根本就是渣男色候不理啊 希腊神话 不存在天堂跟地狱 而是认为人死后都会往地底下的冥界 而冥王黑帝斯就是统治冥界的神 严肃冷酷的黑帝斯 在形式上非常的公平公正 也不像宙斯跟波赛顿两位哥哥一样 到处爱乱播种 但是她对于她的老婆 波色芬妮来说 完全就是一位恐怖情人 一直孤独活在冥界城堡中的黑帝斯 非常的渴望有一个伴侣人来陪伴她 某一天她来到凡界的时候 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在草地上栽花 黑帝斯被她的美丽深深的吸引 而那个女孩就是波色芬妮 冥王黑帝斯下定决心 一定要得到这位美人 于是她驾着黑马黄金战车 从地底的裂缝里面钻出来 伸手直接把波色芬妮转上身上 旁边的人都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黑帝斯就已经驾着她的战身 再冲进裂缝里面 原本裂开的大地 也瞬间变回王好如初的样子 我觉得这些神都在滥用之权 难道绑家人是她们的兴趣吗 那这位波色芬妮她到底是谁呢 其实她是古物女神迪密特的女儿 那发现女儿不见的迪密特 完全无心工作 不眠不休地寻找她性爱的女儿 导致世界的农作物纷纷的欠收 很多的植物都直接死光光 人民的生活也变得非常的困苦 而宙斯为了帮助人民 就派了她的儿子何敏斯 去把波色芬妮给带回来 既然我大哥都说话啦 黑帝斯只好无奈地放人 但是为了留住老婆她留了一手 她骗波色芬妮吃下石榴种子 因为不管是谁 只要吃下了冥界的果实 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必须留在冥界 否则她就会丧命 之后的日子中 波色芬妮每年都会在地上和母亲 一起生活六个月 然后只好在地下跟黑帝斯 度过那悲惨的六个月 希腊人相信 波色芬妮在冥界的时候 因为古物女神她非常的伤心 所以种子和植物就会开始枯萎跟死亡 而进入了秋季跟冬季 当她返回到地面的时候 古物女神就会非常的开心 那时候就会处处生机盎然 世界也会再走入了春季跟夏季 阿弗罗代帝是希腊神话中 爱与美的女神 她的形象常常跟爱情和吸引力连结在一起 阿弗罗代帝拥有最完美的身材 和最动人的脸庞 是所有女神中最漂亮的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有这么多情人的原因 其实一开始阿弗罗代帝是非常纯情的 阿弗罗代帝的初恋呢 是生活在海里的聂瑞特斯 聂瑞特斯呢被认为是阿弗罗代帝唯一的真爱 在阿弗罗代帝还没有成为女神之前 他们两个情侣一起在海里 过着幸福快乐的海洋生活 然而某一天 阿弗罗代帝惊人的美貌 被传到了天界的奥林批斯山上 斗斯觉得干他真的太美了 决定一定要让他成为众神之一 掌管这个世界的爱跟美 当阿弗罗代帝被提升为奥林批斯的女神之后呢 他邀请聂瑞特斯一起跟他上山 但是聂瑞特斯却拒绝了这个邀请 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自己最亲爱的海洋 那阿弗罗代帝呢一气之下 就施法让他的身体扭曲 引划他的皮肤 把他变成一个海洛 从此以后 聂瑞特斯就被困在海洋里 再也没有办法跟阿弗罗代帝重逢 那上了奥林批斯山之后呢 阿弗罗代帝的美也造成了众神之间的纠纷 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追求他 在一些版本的希腊神话里面 宙斯因为追不到阿弗罗代帝 所以出于嫉妒跟报复 把阿弗罗代帝嫁给了奥林批斯身上最丑的神 赫菲斯托斯 但是阿弗罗代帝根本就不爱他的老公 所以在婚内他就多次出轨 其中跟他打得最火热的就是战神阿瑞斯 他们之间充满了各种激情 并且生下了八个孩子 包括你们一定听过的爱神修比特 有一次他扬神 发现了阿弗罗代帝和阿瑞斯之间的奸情以后 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赫菲斯托斯 赫菲斯托斯他是工匠之神 凭着他的超高手艺 用一张超薄眼睛看不到的钢网做成一张床 要把这两个偷情的人捉肩在床 当阿瑞斯跟阿弗罗代帝再一次偷情的时候 果然被赫菲斯托斯给抓个正着 赫菲斯托斯吧 奥林批斯身上的纵神都召集过来 想要当场羞辱这一对狗男女 没想到纵神对于这件事情反应各个不同 听完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这些希腊众神会这么的荒淫无道呢 这是因为希腊人讲述的这些神话 其实是为了要反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 希腊人透过神话去理解这混乱的世界 并且把这些活生生遇到的悲剧跟不幸 全部都归咎在残酷无情的众神身上 像是如果发生了地震 古希腊人会认为这是某个神在生气 跟现代信奉的耶稣佛祖是不一样的 古希腊人并不会以他们的神明作为榜样 也不会认为他们的神是道德善良的 这些希腊诸神是骄傲的 是超出常规的 他们跟一般人遵循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像平民抢东西就是偷窃 国王抢东西就是正当获取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之所以会认为这些希腊众神很渣很坏 其实我们只是用人类的道德标准去检视他们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些希腊众神的性向常常摇摆不定 像是周斯最爱的美少年盖尼米德 还有阿波罗最深爱的男人海阿金斯 其实古希腊社会对于性爱有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 其中至圣之爱 Pederasti是古希腊一种特有的社会制度 又被称为少年爱 他指的是年长的男性 通常是一位已婚者 跟未成年的男性之间的相识互动 还有引导的关系 少年爱在古希腊被认为是一种教育的形式 嗯 这种关系并不全然基于性关系 更重要的是在情感上的联系和教育的意义 年长者有责任指导这位年轻人 如何成为一位良好的公民 包括勇敢 真理 名誉 还有这些价值观的传承 不过我觉得这种关系在现代社会看起来 可能还是有点母堂 可能跟犯罪还是脱不了关系哦 在古希腊期间 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状态下 神话是由人们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 到了公元前八世纪 河马跟海西奥等等 著名的诗人跟作家出现后 才让这些神话首次以苏面的方式 记录在这个世界上 许多学者认为 这些神话不只是故事 而是实际反映出了 古希腊的政治和宗教 甚至是整个古希腊的文明 许多建筑像是雅典的帕德嫩神殿 都有着描绘神话中 著名场景的大型雕塑 这几千年来也有数不尽的艺术作品 不管像是画作 雕塑 文学 戏剧等等 都是以神话为原型而创作的 这些许多的神话故事 反映了人类的爱情 嫉妒这些真实的情感 同时也针对死亡 战争 这些生活的体验去做探索 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事物 你们有没有听过 哪些有趣的希腊神话故事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 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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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享